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已经进行了一半 这个周末10月29号和10月30号 是唯一可以投票的周末 错过就没有其他周末了 请大家关注 本次选举德州改换了投票机和手续 投票更复杂 抓紧时间不要拖后 否则可能会延误你的投票机会 放弃你的发言权 请看来自美国华裔选民联盟 是惠伦博士发来的报道 本次中选职位包括联邦参业两院 德州重参两院 德州州长 副州长 司法部长 各州一级和本地的重要公职及政策 结果事关重大 将决定美国参众两院的势力平衡 和2024年大选的走势 选举将决定尤其是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和美国国策 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明天的命运 会不会继续2016年川普上任之后 美中关系的大滑坡 我们的平等投票权益会不会被损害 那就要看我们是不是会行使我们手中宝贵的一票 共同为华裔发声 为下一代和孩子们发声 提前投票 Early voting 10月24号到11月4号下周五结束 选举日 11月8号周二 最后投票日 唯一可以投票的周末 10月29号和10月30号 投票时间地点及选项 请查阅康体的网页 请查阅康体的网页